我們每天都會用相片記錄生活的每個點滴 由餐桌上的美食 購物員的戰利品 街邊的一隻貓 甚至是公園見到的一朵花 我們每天都拍這麼多張照片 除了榴槤之外 在你這麼快門那一刻 你有沒有想過自己其實拍得好不好 是不是真的會拍照 不如今天我們就走入大自然 由一朵花開始 學一下怎樣拍照 HELLO 大家好 今天來到這個大自然的地方 花又開得這麼漂亮 那當然要找攝影師教我拍照 讓我投資相片上IG 按LIKE也好 HELLO 維維 我是你好Pianka 沒問題 讓我分享一下我的攝影心得 怎樣教你拍得更漂亮 維維 專業攝影師 其實關於拍花 我的經驗不多 應該怎樣拍得更漂亮 如果我用手機又或者數碼相機 又要怎樣操作呢 沒問題 我教你怎樣去拍 首先簡單介紹一下兩者需要的裝備 我建議準備一支面膠鏡頭 一支微距鏡頭 和腳架 面膠鏡頭就可以拍到植物的外貌 微距鏡頭就可以拍到花的特徵和細緻 亦都可以拍到花繁 紋理和花芋 而用腳架的時候拍照就會拍得更穩定 而手機相對來說就很方便 平時在街上看到花或者其他東西 相影機的時候就可以馬上拿出來 剛剛可以捕捉那剎那畫面 會方便快一點 現在裝備又齊了 相機又有了 花都開得這麼漂亮 是不是可以開始了 等等 我們先弄到設定 我這個相影機的鏡頭 先開大一點光圈 嗯 對 做一個短景深的效果 令主體更加突出 這個戶外 但有一點風 我們不要太慢 加快一點的範圍 如果不然會有鬆動門的問題 看看 現在這件事會更清晰了 好漂亮 為什麼可以拍到這樣 對 我說了一點技巧 我們用微距鏡頭可以玩到不同的角度 亦可以拍到花芋 還有可以做到景深的效果 還有一個特赦 如果側面去拍的時候 就會看到花更多立體感 好漂亮 不過我沒有你這麼專業的裝備 我平時都是用手機拍照 那你可不可以教一下我用手機 又可以怎樣拍呢 沒問題 我教你一點點技巧 大部份手機都是這樣操作的 我們先碰到焦點 對 推上一點 看看會比較乾一點 推下一點就暗一點 對 我先用自己的光圖 按可以 如果用手機去拍 我們已經近一點點花 就可以做到一個迫爆鏡頭的感覺 有一種壓縮感 或者側一點 讓花更有立體感 另外我們也可以拍得歪一點 做一些不同的構圖 唷 唷 唷 除了景深之外 還有什麼會影響照片的效果 我們用手機也好 和相機也好 我建議盡量用花和草做背景 比較會突顯花的美感 而手機放近一點花 就可以做到淺景深的效果 可以避免後面太雜亂 去突出花的主題 唷 唷 唷 手機和相機 都有一個舊功格 是怎樣用的 舊功格是幫我們構圖的 有些人叫黃金分割 黃金分割 聽就聽過了 但我不懂用 那黃金分割呢 我們可以怎樣利用它構圖呢 例如一朵花 我們可以放在三分一 或者三分二的位置 再看回對角線 或者中間那四點 放回花做主題 就可以做到黃金分割 拍出來的相片會更漂亮 同樣相機也有九功格 或者線格 它都可以附上我們構圖 做到這個效果 用相機做構圖 就要比較仔細 感覺就像一幅畫 看到主題的時候 可以設定好腳架的高度 然後慢慢摸索 還有要留意花的顏色 會不會和背景的顏色狀色 如果用電話 就未必需要用腳架了 還有電話 就可以方便做到不同的角度 拍完之後 可以方便快速 在電話裡面 可以收圖和吸照 還有玩很多不同的filter 我幫你拍了一整個花 不如幫你拍一些漂亮的相片吧 好啊 我今天等了那麼久 就是等你這句 先等個漂亮位 再次 嘩 那些相片拍得好漂亮啊 有什麼技巧的 快點過兩招給我吧 沒問題我教你 手機的話 盡量我們都不要太歪了 因為很容易變形 除非你想要一些特別效果 拍的時候 我們盡量都不要高炒 要不然會變到頭大長小 我們可以盡量低一點去拍 大概去到Model U的位置 那Model呢 都可以把腳伸長一點 看出來就會比較漂亮 那相機都是同樣做法啦 那如果我想拍得文青一點 又可以怎樣拍呢 通常我們拍文青相片 比較放鬆一點 和自然一點 所以拍的時候 Model盡量不要緊張 可以看遠一點 是啦 輕鬆一點 還有拍完之後 加上濾鏡 令照片更加人活 除了拍全身照 還有什麼角度可以拍呢 其實我們都可以拍大頭照的 剛才也看低一點 是啦 是啦 很漂亮啊 可以瞬前一點 令到壓縮感更加漂亮 也可以做到不錯的後果 保持笑容 保持很漂亮 那相機方面呢 如果想拍一些大頭照呢 那我會拍一些長焦距的鏡頭 這樣就可以令到主體更加突出的 喂喂呀 手機和相機的影法 我們都試了很多 那還有什麼方法呢 可以令照片的效果再突出一些呢 當然有啦 還有新玩 就是IG Filter 可不可以立刻幫我拍嗎 當然可以啦 大色鏡在這裡 對啦 很漂亮 你旁邊的花 OK Good 很好這個 我們試試第二個Filter OK 好 可能有一點巧手啊 電話方面輕鬆一下 哇OK 可以試試眨快一點 因為這個Filter有些花彈出來的 哇 還穿IG Filter的照片很漂亮啊 我想立刻投放IG啊 記得看回我啊 今天真的謝謝維維 分享了這麼多攝影技巧 還做了我的攝影師 拍了這麼多漂亮的照片 多謝你啊 不要緊 終於幫到你 拜拜 拜拜